另外這樣的現場要來看到是新北市三種警方 昨天深夜呢 破壞了一處藏身在洗車場的流動賭場 現場將27名賭客以及負責人通通逮捕 只能說嫌犯相當狡猾 除了是派人在門口把封之外 還將抽頭巾以及賭資藏在冷藏庫裡面 而引發關注的是當中的實名賭客 居然是拿著剛領到的振興三倍券來當作賭資 警方拿著工具對著洗車場鐵門不停敲打 全副武裝進行攻堅 原來這裡暗藏了一個流動賭場 警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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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警方來到賭場二樓 24名賭客全被嚇到不知所措 只能歸歸待在原地束手就擒 22號深夜警方來到新北市三重仁美街 這間洗車場 一舉攻破流竄在三盧地區的推桶子賭場 逮捕27名賭客及負責人 並在冷凍庫查扣抽頭巾10萬2700元 以及賭資63萬2600元 有趣的是有10名賭客現金不夠盡 拿著剛領到的三倍券 一小博大一起賭 數一數詐值28000元 該老闆是說只要他有登記公司行號 其實就可以按照一般的公司行號來兌換現金 那甚至他也可以收來當作一般購買物品來使用 賭客及賭場負責人低著頭不發一語 被警方分別以設為法及賭博罪嫌送辦 賭客想賭博竟異想天開 把振興三倍券也拿出來賭 離譜行徑讓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況的警方直呼 把三倍券用錯地方了吧 這五上線將一期美事採訪報導